众生发愿 愿生净土 决定往生 你看 性愿行 三个条件 他抓到当中一个 发愿 为什么 你们有信心 你怎么会发愿 不可能吧 你这么发愿 肯定有信心 具足信心 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愿生净土 华言尽到最后的归属 就是愿生净土 我给同学过去 也做过很多次的报告 我学佛 是从学哲学里面入门的 才知道 佛经里面有高等哲学 我学这个进来 所以对净土宗 就没什么兴趣 李老师很自卑 用许多方法劝我 我都是扬奉阴违 为什么呢 怀疑是不怀疑了 没兴趣 对经教有兴趣 李老师甚至这样劝我 他说你去信一信 试试看吧 古来那么多祖师大德 他们的德行学问 超过我们太多太多了 他们都干嘛 我们也可以跟进 纵然吃亏 上当了嘛 他就一次 这样子劝我 我还是不能够发言 以后怎么会相信 华音经上下去了 我第一次讲华音经是民国六十年 也连续里要讲了十几年 那个时候 没有录音 当然更没有录像 八十华音讲了一半 四十一讲了一半 有一天 这忽然心血来吵 想了一想 华音会上 文殊普贤这二大菩萨 是皮努哲娜佛的祖教 他们修什么方法 我想到这个问题 就翻华音经后面就来看 翻到最后 看到了 文殊普贤都是 法院求生净土 我感到非常压抑 善财同志 是文殊菩萨的 对一门生 那当然是求净土 再看看是不是真的呢 找到证明了 五十三餐 头一个餐房 德云比丘 德云比丘是修 弥陀建土 波州三位 再看到最后 第五十三位善知识 是普贤菩萨 更明显了 十大愿望 倒归极路 我这才恍然大悟 才真正看出来 摄方三世 诸大菩萨 升到华藏世界了 最后还跟着文殊普贤 到极乐世界去 亲近阿弥陀佛 诸位想想 这是什么境界 看到这个地方啊 这才回过头来了 真的 学进土 所以 前心 彭激千巨死 说 无量寿经 就是中本化言 我相信吧 佛说 阿弥陀经 就是小本化言 那么换一句话 大方广佛 华言经 那就是大本 阿弥陀经 一二三 三二一 里面讲的是一桩事情 所以我这才真正明了了 华言经 是西社 西方 基督 世界 所以我曾经 劝过 年轻 学金教的 同学们 我说 你们要把 无量寿经 讲好 把弥陀经 讲透彻 一定要 细度 华言 你才会讲的好 为什么呢 华言讲的 最详细 所以 我学进土 是得利于华言经 从华言 回归 到尽度 不能不感谢 这部大经 要不是这部大经 我这一生的机会 当面错过 只要你愿身 就决定 我 只要你愿身就决定了我